來京鳳破了一項大型的詐騙案 這詐騙集團專門找郵便和事業者來做人頭 仍然跟銀行的主管來告結騙人家主 這次是車手到銀行要領錢 4900萬 讓警察抓起來 這70萬對吧 2500萬 2500萬 現長雜口大便現金 嫌嬌跟想明日後 說錢是朋友給他的 之前京鳳帶到這項大型 雜騙集團的案件 今天這個比賽前 算是超過現代票四請班 要不然說怎麼查都查不關頭 原來就是有小朋友的主管 要把賣賣賣 雜騙集團的典友不發賺賣賣錢 京鳳萬貴秋天 總算抓到關鍵前面 就是2,5萬元 根本發現 他們通常派一個 小紅的女婦人找郵便 沒有投入的人跟社會 逐世逐連行進入一廣公司 用銀行先辦 人頭公司金融的口罩 再告結兩位銀行主管 監視機關 給整個領錢的金鎊 比較不會考慮到 所以下一個一千塊的日子 什麼比海人會錢 这个派插手到银行压制 银行内的干部他会以提高额度 然后解除封控 不予审核 都是他不会审核提领人的方式 来放任车手零贵提领 该被害人的巨额管项 人在做天地看 这间银行就在台北市信仪区 银行的高层跟部发的集团合作 哪不透露爱就红乖 对于这件事 银行表示说 仍在建设相关会计 将近未来就要试试相关的安全措施 比较理事的暗警 又再发生